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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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视频 凌讯万丈的时间 在迎光幕看到香Sir Hello Mac 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开始好像轻松一点 但未来我会很紧张 因为将会拍一个 就是问问问王 我自己亲身上集 让你感受一下 平常说了这么多集 真的要感受一下 我自己很紧张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文王会回答我什么 我想跟一些问事者 都是一样 我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 文王会回答我 你想问什么 我当然想问香港 香港 你有没有想问 有关香港哪一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 即是这样说 我有一件事 很想问的 就是问一些关于地产的事情 地产的事情 好 但其实是这样的 你虽然想问地产 但譬如说 会不会 我们请示文王的时候 讲香港 咦? 文王可能会 反而讲香港其他事情 真的不知道 真的 我觉得最好都不如 我们先有一个概念 先讲香港 但是 文王讲些什么 就交给文王 当然 你可能想请示地产 文王也会说回地产 是的 或者 除了地产之外 还会不会 讲其他事情呢 嗯 我想会这样的 譬如 我们今集 请你去亲自请示 是 那因为我们先前的那些集数呢 我也有讲过一些签诗 是 有讲过一些就这样问事 可能有些人会 他有个问号 喂 那什么时候给签诗 什么时候不给签诗 会不会有时候又给签诗 因为那些人很奇怪 是 整天都会问 有没有签我啊 是 是 会是这样的 有些东西带回家 是的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当我们去问事的时候 我都问不到 是 想说用文字去讲解 才是用签诗去补充 嗯 所以 我也有跟文王品报了 今集就是你亲自去问 是 有跟文王品报了 希望都请文王给签诗 看看他给不给 是这样的 是的 究竟结果会是怎样呢 我自己很紧张 那 今次这一集很特别 我会做两个版本 第一个就是 大家就轻松一点看 有些可能 例如我摘杯那些 那些我会剪掉 让大家轻松一点 另一个版本 就是一刀不剪版 让大家知道整个过程 那一刀不剪版 大家应该需要一点耐性 因为一定有很多 不是的过程 是的 这是需要耐性的 所以大家到时 密切留意一下 好吗 以下来我们看影片了 那我们就去吧 是的 好 好 那就 跪前一点 好 好 那请你老人家 开试 看看有关香港的 什么问题 好了 那 Mac 你准备好吗 嗯 好了 那我们就请文王开试一下 有关香港的事情 那我们有什么都不知道 好了 就着说香港的事項 你老人家想表达哪一方面 好 如果是说经济 请给三个盛牌 好 好 没有杯 好 如果是说金融市场 请给三个盛牌 好 如果是说地产 请给三个盛牌 好 一正一反 就要继续了 好 继续了 第二杯 好 好 地产 那文王呢 就是带出个开头 就说地产 但是地产怎样说呢 我们还未知 是 好了 如果老人家想说地产 如果要特别说 未来新一年地产市场 是向好的方面 请给三个盛牌 好了 没有杯 如果是差的方面 请给三个盛牌 好 好有没有杯 差有没有杯 那我们要问中间的问题 好 如果是说地产成交方面 请给三个盛牌 好 继续 好继续 两个了 好 地产的成交 嗯 如果地产的成交 嗯 是 很差 请给三个盛牌 好继续 好 先给三个盛牌 好 先给三个盛牌 好 首先 我们现在带出 梦王想说地产 刚才已经很快三个盛牌 这里没有中间交界 没有两个盛牌 然后 成交方面 又直接三个盛牌 接着就说 变得很少 那这个我们预计之外 相信 好 那 去到成交很少 这个部分 你有没有想到 要请示 有关地产的事情 哦 是因为一些什么的原因 而令到这么少呢 啊 是啊 哈哈哈哈 嗯 这个题目是挺好的 是 什么原因 令到 成交 那么少呢 如果 原因 是 出于 政治环境 请三个盛牌 右盛牌 如果 原因是出于 国际形势 请三个盛牌 好 右盛牌 两个盛牌 三个盛牌 国际形势 我们怎么看 嗯 国际形势 是的 究竟在国际形势里面 是自我低落 还是有人觉得我们低落呢 嗯 自我低落 还是觉得有油 觉得我们低落 嗯 嗯 嗯 黄石碑 如果说到国际形势呢 究竟跟国际哪一方面是有关系呢 嗯 嗯 刚才说的 算不算是形象的一种 嗯 是吧 或者我稍微再问一下 如果 和国际形势有关 是否因为 国际间对香港的形象 如果是这样 请三个盛牌 好 还是 国际对香港的 一些施压 请三个盛牌 好 还是 还是 国际形势呢 和国与国之间 有很紧张的气氛 请三个盛牌 好 还是 如果国际 我不如用环球去称呼 是不是 这个环球状况呢 会出现一些经济变动 请三个盛牌 好 继续 好 还是 有一些风声 和战火有关 请三个盛牌 好 还是 还是 对香港的信心下降 请三个盛牌 好 进去 还是 如果是 如果是 这个国际的部分 和 没有 如果是和金融的走势有关 请三个盛牌 好 如果 国际的部分 是直接 或间接 和中国有关 请三个盛牌 好 还是 资金便再流入香港 请三个盛牌 好 右盛牌 两个盛牌 三个盛牌 我们今天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之前和文王 已经稟布了一个关系 文王每一次直接给三个盛牌 没有两个盛牌 真的 因为我要稟布 还有很贴笈 市况 这个真的是事实 好 文王主席 真的资金少了 流入香港 或者是这样 如果请你老人家 刺一个签诗 是讲香港的 不知道讲香港哪一方面 请问你老人家 刺签诗 讲香港哪一方面 提醒给观众听呢 看一下 用签诗讲香港 如果 都继续是讲 地产这方面的话 请问三个盛牌 这个题目 如果是 签诗的题目是 有关 经济 请问三个盛牌 如果是讲 民生 请问三个盛牌 如果是讲 金融市场 请问三个盛牌 如果是讲 政府管治 请问三个盛牌 请问三个盛牌 如果是讲 地云 请问三个盛牌 天灾人和 请问三个盛牌 如果是讲 营商环境 请问三个盛牌 好 继续 如果是讲 香港零售业 请问三个盛牌 请问三个盛牌 好 第一盛牌 好 第二盛牌 好 第二盛牌 零售业 零售业 转叉 请问三个盛牌 第一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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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盛牌 好 第三盛牌 题目是零售业 转叉 我们有两个盛牌 我也要请示文皇是用哪个盛牌 如果用甲子签 请给一个盛牌 好 没有盛牌 我再请示第二盛牌 如果用八手签 请给一个盛牌 好 即是我们要用八手签 八手签 为什么会叫八手呢 是因为它总共有100支 是 那 都是一样的 三个盛牌 是 好 第一盛牌 如果是这样 请三个盛牌 二十七 丙斤 五十八 几身 六十八 更新 好 好了 我们抽了第一支签丝 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 好 如果还有签丝补充 请给一个盛牌 好像撞了 好 撞了 如果还有签丝补充 请给一个盛牌 OK 好 还有第二支 四十四 无定 八十四 任定 好 继续 好 继续 補充第三杯 摘多一次第三杯 好 任定 如果还有签丝补充 好 如果还有签丝补充 请给一个盛牌 好 没有了 那总共两支签丝 嗯 那大家刚才看到我 真的是去问卦的情况 老实说 这次我第一次真是亲身处女下海 累不累啊 觉得 其实都累 蛤 你这样累啊 很短时间的 一刀不剪板 十三分钟 这些没法没假的 大家上网是 会看到的 OK 那 真的 平时我见 阿香sir那些个案 一揭就揭三四叶子 那些 那就是 成一倍 成三倍 成四倍 我这里就十分钟而已 大家看到了 只有这么多 还要 因为我们讲香港 那我的东西 在脑子里 弄得很快 平时讲私人的事情 我是要想的 真的 你家是怎样 我鬼子 你家是怎样 你的情况是怎样 我鬼子 你的情况是怎样 那些是我们要想的 想一会 所以你今次十三分钟 写得很快 是 平时哪可以是这样 是 没错 但是真的有一个奇妙的事情 我真的自己亲身试过 我才敢说 那件事很有趣 就是 你会想 yes or no 要不回答我是 要不回答 是 没错 那文王就真的给他答案 基本上 要不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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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有看以上的影片 你就会知道 其实真的很有趣 要不回答是 要不回答是 是 没错 很直接 这个也关于之前你有 是的 是的 因为我有跟文王品报过 就是 今集我们就有这个内容 希望一些事情简洁一点 让观众大家容易看得明白 就是我有先说的事 是 要不然就饭了 这件事很重要 要不然我就不是跪十三分钟 所以我们要先佛配合 对 你看到我这样的身形 跪得过都不会 其实老实说 但是真的 我觉得整件事 很神奇 你不自己试过 你不会觉得真的那么神奇 有些观众可能仍然觉得 就是想 机会率而已 但是我告诉你 喂 一是零一是三 你跟我说机会率 是吧 所以 有些观众如果你觉得 喂 真的有一些事情 自己未解决到的 都不妨可以找一下 找一下香Sir 做个预约 我告诉你 是 焦点视频 是 我不知道已经做了第几集 是 总之最初的4集 4、5集 4、5集 是 已经有很多人 在这边 我的搜索已经爆炸到 不知道要去哪 是 其实老实说 是 是 但是 很多人都觉得 因为我很多时候上来的时候 他们上来 我问他们 你怎样找到这个 我看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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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累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證明香港人 很多事情 是未解决 搜索太多了 对我是个问题 知道吗 知道吗 大家不要看 只是问了 这样 所以记住 我觉得整件事 很有趣 我自己亲身 试完一次之后 好了 刚才我又问了 是的 文王就 真的很直接说了 地产 是的 那个地产 你跟观众交代一下 你看到 我给你这个 这个有圈的红包 你的稿 我再看一看 我说一说 我整个心路历程 就是一直 其实 首先第一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 香sir的问事技巧 是 有他那一套 就是 例如刚才我最记得 如果一刀不剪版 大家观众一定会看到这一段 就是 我问到就是 就是 那个什么 国际形势 是的 国际形势 我觉得就是 就是 香sir 就是 给到一个方向 给文王 如何去解答 二 大家都看到了 真的 圈德的 红色的 就是三 你很少看到有一二 就是 那个答案 一是yes 一是no 地产 我自己都觉得很好 因为坊间 你知道很多传 又说究竟跌到什么时候 有些吃花生的角度 有些真的担心 甚至乎有些真的是业主 因为我放不下 怎么办呢 不过最终 原来文王 是告诉大家 零售业 这个是两部份 是两部份 前一部份是地产 地产 然后是成交方面 变得好少 变得好少 然后就请示 为什么 是的 这个我要说 真的有趣 成交方面 三个杯 然后 香sir 问是否很差 一个杯 因为文王觉得 你这样问我 未问得到肉 是 变得好少 就给三个杯 是的 成交变得好少 可以很差 差好 什么叫好 用成交说会更好 没错 所以我也觉得 那件事是很神奇 然后有什么原因 国际形势 三个杯 国际形势三个杯 没错 然后又是很明确的 资金不再流入香港 又是给三个杯 之前就算你问多少 什么金融 香港信心 什么中国有关 文王说 答得清楚一点 没有钱入 不就是 大王 不就是这么简单 大王 是吧 这个很清晰 是吧 然后再请文王 就着香港其中一个题目 就给签施 是 文王的题目呢 就是 零售业 兼零售业转 即是转差 是的 整个签施的题目就是 零售业转差 是的 这个很有趣 零售业兼零售转差 之前我们经历了什么事呢 就是一直都是零的 是的 无论你问什么 经济零 民生零 金融市场零 文王说这些 我也不想回答 其实你看到 你见到 我相信你这一页子 都会拍给观众看 是的 都给你们看 是 你会见到 零售业两个杯之前 全部是连一个聖杯都没有 是的 你知道连一个聖杯都没有 这个机率是好笑的 是的 真的 你知道吗 是的 而且当你问到一个答案 他就不断给你杯 是的 是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会见到 一是不给杯 一给直接三个杯 嗯 你会见到 非常好 所以到最后 我们得出了 文王的刺 两支 是的 两支纖丝 就用了 这个的 八寿纖 是的 就是这个 大家都见到 我想先问 是的 我想先问 为什么这么大碟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 求纖方式 你领教了 是的 是 我们平时外面的 就这样拿着我 是的 但是我们真的不是 是的 我们是逐织去问 我想说 你知不知道刚才的反差有多大 其实十分钟左右 我已经累了 跟完之后 阿香Sir一拿起 他说 一拿起 就是说了个号码 然后叫我集杯 我心想 还要集杯 不是拿完就是了 老闆 对不对 然后 你们会看到的 一问 就是一拿 然后就集 不是 不是就放下了 没错 所以大一点是方便我们 是的 大一点是方便一点 是的 所以签丝不是交给民事人 是我们帮你的 是的 因为我们一集 你的工作就是集杯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 哦 喂 等一下 我问清楚 是 我可以碰到的 没问题 哦 所以上面 这个 拿了个 五十六签 这些 所以大家又了解一下 有不同颜色 又没有的特别 这一款我们叫做夹子签 夹子签 还有一个头签 总共有六十一支 因为夹子 夹子六十 这个纯粹 八寿签 就是八支 用天干 就是一百 分别是 六十夹子用的签 其实就 较概括 但是六十支签 六十一支 都不足够表达到 这么细致的事情 其后呢 其实我们原先只是用一支签 加上我们还有逆经的签 逆经的签 逆经的签 就是三百多支 但是逆经的签 我们排除了 我们不再用 原因是太不好解 因为就是这样解咬词 所以始终没有那个 诗句那么贴肉 所以我们其后就不再用了 但是文皇就再补充 六十支签不够 那我们要再选用多一款签 那这个就是八寿签 或者还有另一个名字 叫做雷语斯 雷语斯 雷语斯这支签 八寿签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在关帝庙看到的 嗯 据说以前就是关帝 在某一个圣殿那里 附基附出来的 让大家去用 所以八寿签 这支签 它的事情 和签丝典故 它的诗句有少少分别 和甲子 它会仔细多一点 所以用八寿 好 有时候会用甲子 有时候会用这个 有时候两支都要用 嗯 那两支都要用的时候 变相甲子签 就是给了一个光领 而八寿签 讲一些枝节 那我解释那个情况的时候 就会很快很快 倒堤 嗯 OK 那我自己亲身试过 这些真的没有任何 没有夾过的东西 是即场抽到什么签 接着就再集杯 嗯 最后就得出68签 更新 以及84任丁 是了 没错了 所以这两个 就看看文王有什么解释 嗯 那这个题目 就是香港零售业转叉 这个题目是 第一支是为什么呢 藍饭珍珠 不饭盐 首先给这支签 就讲藍和骨的问题 对不对 很敏感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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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呢 香港呢 是男人在那边 对对对 不就是阿爺的区域 对对对 我们本身呢 在南都的香港呢 是 是 卖珍珠的 是 卖高档些 是 金融商品地产这些 不呢 卖盐 哈哈哈哈 但是当然 今时今日就不是了 是 但是首先给一个 第一支签理第一句 想告诉你们 那些东西是有连贯 嗯 南北连贯 对不对 还有真的喔 我说的是零售 对不对 对不对 文王就给这些东西 卖东西的 对 好了 年内几倍货财 本来在这几年里面 其实我们赚的钱呢 是会较多的 嗯 为什么年内几倍货财 因为我们有东西流进来 嗯 可能是笔水 可能是其他水 所以才有男有笔 但 我们看到这一句 是 劝君指此 求田舍 我劝你 只是在自己的范围里面 去做 心育多是何日焰 因为 你迟早 都会 做不定 或者做得累 第一支签丝 先这样跟你说 嗯 即是说 原先呢 如果我们香港 能够保留到 我们继续藍繁珍珠的话 其实是不错的 但试过境迁 来到今时今日 文和的意思就是说 劝我们 搞好自己香港 做好自己 正在做的事 否则 第二支签丝再说 是 否则 君家是水 近婚言 我们有很多事情 繁绕整个香港的零售业 好了 你需要的是 当局需之一着 即是说 整个零售业来说 你希望好 你一定要 做到一支独秀的东西 嗯 这个不同以前 你以前做化妆品 有化妆品就好 你以前做食有做食有做 做什么都好 但现在不是 整个警方 看看哪一样可以 就做哪一样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好了 最有趣的这句 两支签丝当中 就是 长舌妇人 嗯 优浩婷 咦 即是说 有人 说话 加嫌加醋 在这个香港整体零售里面 他给了很多意见 又或者未必是意见 而是说很多 不合听的东西 是 总之他一尾要说 一尾要说 一尾要干预 一尾要干预 但是 说句话 嗯 应用的是长舌妇人 是 这个人你不可以听 是 但是 只有他说 是 最后一句 力行礼仪要心坚 其实这句话 其实没有什么重点 只不过 两支签丝想告诉我们 最后就是 简单说 有我们用的人去形容 就是一直告诉你们 你可以做一些 买一些小小的东西 买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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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看到 纖丝典故 是 这里有一个叫 前大王范炎 是 前大王范炎 刚才已经说了 香港是买什么 珍珠港 是 南范珍珠 珍珠港 突然间多了一人 今天卖不到珍珠 你就卖盐 不是 这个长舌妇人 不停叫你卖盐 你不应该听 他只是卖盐 卖鱼蛋 卖咖喱腸粉 是 我们原先是卖珍珠 那零售业 怎会好呢 没错 所以这个题目就是 零售业转叉 主要的原因 是 签丝内容 那一小处的提示 告诉我们 我自己很震撼 这一件事 就是 真的 整个故事 一个图片 出来 整个故事 一个图片 出来 就是 喂 就是我们做开金融的 我尝试 倒入去 我尝试 我尝试 做开金融的 你现在呢 又说搞了些什么 野兵分 很多兵分 有政策是好的 有政策是好的 大家都是为件事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 当我们为件事好的时候 不是 原来有条巴婆 不是 因为他唱师父 他就给很多意见 是吧 但是问题是 他本身那件事 第一 卖鱼蛋 我们是不是很聰明 是吧 可能本身我们也不是很聰明 我们最聰明是做可能金融的东西 还有对一个零售业 究竟佔多少帮助呢 一个这么小的 对不对 是的 就是我们大家不是全部跑去妙街 而你经济就好 是的 就是你 你不买鱼蛋买牛杂 那样 是不是又可以呢 就是 老实说 我自己有时候 我会因为去录影 去拍摄 其实我也会经过妙街 喂 你自己数一下 就是三个星期后的今天 对不对 那个夜纷纷 是不是还跟当日比 对不对 就是 不是 香港的经济 不是纯粹就是说 喂 因为鱼蛋就可以帮到手 是的 即使我们全香港一起纷纷 也好 你依然都是占我们的 太小了 GDP 是的 所以 没办法 绝对 那我们透过这两支签诗 明白到 力行当局一着 是不是这一句 是的 就是我们只能够 自己的眼睛 要看实一点 看真一点 就是 就是 我们已经很稳守了 叫我们 是 是 如果不是否则 就真的 都 其实是很悲观 是 都很悲观 是 是 我挺喜欢这个 解签归立 色可而止 哈哈哈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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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明白就听得明白了 好吗 所以 今集我自己亲身试过 去 去 请示文王 就着香港的经济 给一些意见 两个层面 总结了 地产 零售业 文王也给了一些提示 是 好吗 希望大家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想想 如何去做 嗯 好吗 下一集 我们再和香Sir 又再说其他话题 好 OK 拜拜 拜拜 看片的观众 你其实对玄学 是不是很有研究呢 如果你想把握 九运的新时代浪潮 透过你的学识 为社会献出一分力 和赚取收入的话 不要再浪费你的天分 焦点FMTV主办的第一届预测王大赛 堪称是全香港最全面最公平的玄学术数比赛 第一 题目将会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预测大事 第二种是技术题 而技术题参赛者是可以自由选择想作答的题目 确保真正公平发挥你的所长 第二 比赛期限历时八个月 这八个月中参赛者 预测将会完全公开给评判团和所有观众可以看到 绝对不会有任何黑箱作诀 第三 我们的评判团将会超过十位 而十位都是资深的原学家 同时也会邀请非原学家的评论员 或者分析师成为客席评判团 全面提升理论和数据互动分析的趣味性和可靠性 第一届预测王大赛 极可能是你踏出成为研学家的第一步 无论赛果是怎样 我都先恭喜你 因为你赢了 你赢了全香港观众的注意 赢了他们的信心 亦给了一个机会他们去光顺你 记住 3月8号公开接受报名 影片留言区有比赛详情 和报名连结 预测王 我们到时见